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繼續沖繩之旅第二天 其實是第二天的下午 其實有看上一條片大家都知道 我們今天就是會搬到酒店 我們搬到沖繩沙灘區的 Nicco Hotel Alivella 就是一個沙灘度假村 少許比較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間resort 是很西班牙式的建築 其實它的名字也有 有一點西班牙的意思 在西班牙文裡面 Alivella就是選擇RELAX 其實它做了一間酒店 想LUXURY一點 它就加上自己VILA的字 就變成Alivella 等我們完成了Check-in手續 上了房再跟大家看看 這間酒店到底有什麼特別 這間酒店 很快經過 很貼心的Check-in 我們就進入了 Nicco Hotel Alivella的房間 這間房間看起來非常大 但是就 帶大家看了Room Tour Room Tour 開始了 這個門口 進入到裡面 連真鏡 我最喜歡的連真鏡 在門口旁邊 因為真的可以照一照 才做門口 應該是便宜的 其他那些放進去 我就有習慣不去看 在左邊 就是一個很大的廁所 這裡有洗面盤 還有椅子去坐 我看到有綁有繩子 左邊就是真的洗澡的地方 全大廁所 全大廁所的洗澡 也是很日式的 你可以坐在這裡 洗澡後浸浴 再進入這裡 就是麻洞的地方 出回這裡 右邊就是櫃 還有 還有 右邊就是 右邊就是 這邊有咖啡 熱水 還有一個雪櫃 這個雪櫃比正常的酒店 很多 沒有冰箱 但是大一點 有冰箱嗎? 我看不到有冰箱 然後這裡就是 煮熱水 這裡就是房間的地方 一個Hollywood Twin 兩張Twin 都是在一起 那裡有一個 叫什麼? 飯桌? Working table 很小 總之有張桌 這裡 然後我們是有樓台的 多開心 有樓台 看出去還有全海景 這邊呢 是有個教堂 這邊有個教堂 其實是酒店自己本身的 因為沖繩這邊 很多人都在這裡結婚 但是我看到這邊 是其他房間的露台 這裡有一張day bed 老婆剛才就是 day bed的地方休息 這裡看出去看不到 其實 另一邊 剛剛老婆說 還有另一個 教堂 剛才酒店同事就說 那邊那個 是更加漂亮的 房間真的很大 我就很喜歡了 剛剛就和大家看完房間 轉頭就看看 有什麼其他 因為那個 教堂都可能拍得到 我看看 轉頭下去拍不拍 給大家看 轉頭再說 剛剛剛剛 剛剛已經和大家看過 Room Tour 其實它的設施就很多 它有哥爾夫球 網球 還有很多水上活動 我們由室外 看看 這裡 就會有 其實是他們一個 小型的 哥爾夫球場 都有一些 十八個洞的 mini golf 我相信都是一些 推球的那種 多 我們看一看 那一邊 走近一點 其實是一個網球場 來的 其實它還要不用 兩個 全大型的網球場 你只要是酒店的客人 就可以用 其實 裡面現在打的 都是酒店的客人 有一家大小的 也有一些情侶在打球 所以我覺得室外 它絕對不少設施 這邊就是岸的一邊 轉頭就去看看沙灘那一邊 看不看到有什麼水上活動版 大陀的外面 其實已經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噴水池 真是一個歐洲或者西班牙式的設計 一個建築 有噴水池 它這裏說是一個 Promonard Concern 難道這裏是會有 表演在這裏 或是一些 歌劇表演 畢竟是歐洲風 繼續伸展下去 其實已經看到一個很大 很漂亮的泳池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近日落 或者大風 這裏不太多客人 但我覺得這裏很漂亮 在酒店的大陀 這裏其實有一間咖啡 現在開了 就免得去打擾客人 但始終在日本地方 他們對於一些 或者拍不拍到人 是比較緊張 這裏有一間店 有食物 有其他紀念品 這裏全是L4 即是Lobby那一層 外面很漂亮 花園的另一邊 這裏我相信是 可以做婚禮的場地 可以做婚禮的場地 還沒想到 索作 但在這裏看一看 其實是婚禮的場地 沖繩沙灘區這邊 其實真的有很多婚禮 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婚禮的場地 外 這間酒店 有兩個不同的教堂 可以給客人去用 來做婚禮 現在拿一拿 Ground Floor 在 Ground Floor 這裡出 今天呢 我們就已經看到 一間 一間 很特別 那裏 那裏有幾張吊床 兩張 還不是幾張 看看這邊的 教堂是怎樣 裡面應該不能拍的 但我在外面拍 因為剛才問了酒店的同事 他說外面可以拍 但他就沒有表明 裡面可以不可以 那我就免得走入 他 始終 在別人的地方 和教堂 始終我來做婚禮的地方 那裏 我就免得 看見中文很漂亮 這個 有一點背光 不知道是否看到 我轉個 角度 這個 有點黑 真的 走近一點 他們這個叫Glory Church 是他們其中一個教堂 舊一點 但我覺得舊一點也很漂亮 很漂亮 我們先看看其他東西 其實我就是由剛才的教堂沿路 走回去酒店的方向 但我選擇了一條下路 其實看到外面這裡 是個沙灘 應該是酒店的私人沙灘 好棒 好棒 有人在那裏出一條石頭 沿著沙灘條路走回來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一個泳池 剛才就是在上面那裏看下來 現在我們已經下來了 現在這樣看上去 其實那個建築更漂亮 在矮的這個地方看 除了這裏是大人玩之外 其實那裏有個小朋友的泳池 我相信應該是直接走到沙灘的地方 因為我看到原來已經有很多沙 所以應該也是這個方向 對了 Bitch House 這邊其實已經是沖身的地方 好 玩完沙玩完水 玩完沙玩完水 這裏其實是一個Bitch House 我相信它也是一個Bar 或者是一個賣食的地方 但現在可能已經過了他們的辦公室 所以就關了 我看到下面的爐 那裏呢 是這樣的 其實可能有一個Barbecue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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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大堆熊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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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邊了 Marine House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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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機會享受到他們的水上活動 但其實就真的多了 這樣走過來就能看到 這裡還有一件過癮的東西 海邊的教室 我看這裡也會講一些本地的生態 很多魚乾 但應該是釣魚之前教你有什麼要小心 他們也有一張POLSA說 水母你要小心 有什麼其他的魚類你要小心 我覺得這裡挺貼心 在這裡住玩的人應該很開心 看看還有什麼其他東西看 這裡就是酒店沙灘另外一邊 另外一間TRAPOL 玻璃那裡就是他們行禮 這裡其實是對正全海景 所以選對時間 特別是日六的時候行禮 雖然對於奔客來說很浪費 但其實我想拍照出來 你結婚的照片會很漂亮 這個TRAPOL 已經大很多 比起那邊那個 超美 偷偷地走進來 都是在外面的地方 拍到其實是超大 我聽到有水聲 應該有泳池 在這裡 超美的 我這裡就回到 那間大一點的教堂正面 Church Christia 哥德式建築 超美 真的超美 雖然有點背江 很快就和大家看了 酒店室內室外的Facility之外 還看了兩間教堂的外觀 我們這次訂這間房 是包著早餐的 那我明天試完早餐 再告訴你們整體的感受 到時候再聊 好了 今天我們的早餐 就在酒店裏面 一間原來的 左和的餐廳吃 它就是專吃一個 琉球 Anyways 一個和式的早餐 但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飯食 就是竹、飯 各樣 就是一個布菲形式 當然它還有其他 不同布菲的東西 轉頭 就和大家走一個圈 然後大家讀得一下什麼食 這個就是我們設定的做餐 當然還有沒有補菲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 這裏是一個豆腐的 屁股 可以坐到其他屁股 不用到 因為眼了起來的豆腐 飯的屁股 這裏有些湯 還有一些 湯 還有一些 蟹蟹 白粥 這裏就是一個小朋友的布菲屁股 全部東西都很有趣 有些蟹蟹 好像用了老虎罩 這裏就是一個做蛋的地方 即場做的 好了 在Hoternico Aliella 那裏住了一晚 剛剛也吃完了 早餐 也想和大家來一個 拜個Red Buff 我剛剛說我的 評語 這間酒店整體來的 我覺得非常不錯 給一個分 我會給7.5至8分 可能7.8分 我自己蠻喜歡的 位置上 其實你沒得說 因為你是一間Bitch Resort 你預料它一定不會近City 一定不會 旁邊有東西買 有很多餐廳去吃 有見及此 其實酒店裡面 已經有Shop 有好幾間不同的餐廳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方便的舒服 那房間 其實剛才大家看到片段 房間的Size是很大的 唯一就是Bedding Linens 少少舊 始終這間酒店 店無奈都開了很久 但都是那句up keep up 非常之好 房間大 我也都非常之喜歡 員工服務那裏 無論今早早餐 昨晚check in 或者change我們 我們的車水排去哪 他都很快 你可以去哪 你可以拿一張票來 你怎樣吸收一次錢 你就可以在整個旅程裡 無限拍 雖然我們只是住一晚 但員工服務我覺得非常之好 你問我會不會再來 如果這間酒店 不是 你預訂的時候是正價 例如二千多元一晚 我會有 Hesitation 因為 始終它都是一間偏舊少少的resort 但如果你說一段時間 它是有special的 千多元一晚 甚至去到千四五元 我覺得都是值的 如果你來沖繩 可能當四晚 你可以考慮在這裏住兩晚 然後兩晚住在city 這裏 Hotel Nicole Ali Villa 絕對是一個不錯的choice 今天的影片對於這間酒店的分享 就來到這裏 喜歡的就給我們一個讚好 分享給朋友觀看 如果你住過沖繩的這間resort 或者沖繩其他resort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體驗 最重要當然是訂閱我 訂閱之後 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三片出來 立即收到通知 今天的影片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